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平时我们也有留意开这类比赛 但通常留意其他参赛者的宝贝 其实这次我们也想自恩参加 分享她可爱的样子给其他人看 因为今次的题主题也很适合小朋友 因为除了小盟主但无杂之外 还有一个是高难度的 今次小朋友就参加了这个高难度的主题 很开心的第一次参加 就被宝贝拿到冠冠 他很搞笑的样子 希望他以后都是这样 你会不会看到猪嘴 希望多些人都觉得 寝宝拍多些照片 有美好回忆是将来 都会很开心的事 寝宝就比较很冷 高难度动作 很开心的 而且喜欢笑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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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到音乐 就会闻歌起舞 自己后脚 按按按 手平平 拍拍掌 拍拍掌 最主要是对孩子的身体 不会有敏感的反应 其实我们都会希望去一些连锁店 因为连锁店 其实会有一些不同品牌 不同的选择 令到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全面一点的比较 可以选一些适合的产品 育而心得 我觉得小朋友如果在逝灵的情况之下 可以多些让他们去试探一下 他们去探索一下 不要太保护 还有不要太专制 我觉得对小朋友的成长会很好 我觉得错小孩最主要是 一定要爱心、耐心 还有要小心 其实想和孩子说的说话 已经包含在她的名字 她叫做月熙 其实是喜悦的月 我们很希望她的人生 都是充满喜悦的 开心生健健康康的 来到她成长 她的熙就是神熙的熙 希望她每一天 都是好像新的早晨 今天有朝气 醒醒神神 我们希望她做一个很开开心生 平平光光光 快快乐乐 这样成长的小孩子 希望子欣可以快高长大 和孝顺父母 我也希望子欣身体健康 她将来年长 可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希望母会和姐姐相出相岸 还有就快乐成长 好吗 np 密ר 通过 4 4 按 不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